家里突然跳闸起火 竟是十年前的装修埋下隐患 噼里啪啦只冒火花吓死人了 你是否也忽视了这些看不见的电线 电线持续受热 然后就起火了 那我们如果要彻底给它换的话呢 就是首先这一组坏的电线要换掉 可是抽不动 那就修都不好修了 隐蔽工程做得不够好的情况下 就会变成是隐患工程 别让隐蔽工程变成隐患工程 住家有道 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装修类新闻资讯节目 住家有道 您所有的家装难题 都能够在这里找到解决之道 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最多的时候就是宅在家里 但是如果这个时间 你的家里边跳闸起火断电了 找物业 物业也告诉你说没有办法 这该多糟心了 我们先来听一位观众的求助电话 我家装修完十年了 好好的突然就跳闸了 噼里啪啦指梦吼话吓死人了 我也没有什么大功率的电器 就是正常使用 然后我就找了物业 物业也来看了 跟我说外面电表看什么都是好的 没有问题 他说是我家电线的问题 它们不好解决 你说现在这种情况 没有电我们怎么生活 真的是急死了 今天呢 我们依然是以现场连线的方式 请到了两位专家 第一位呢 是著名的设计师 方磊先生 欢迎 您好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方磊 方磊 总业超20年的著名室内设计师 近年来获得多次国际设计奖项 另一位呢 是我们上海整装的工程技术总监 西永平先生 欢迎 大家好 我是西永平 由于疫情的原因 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 吴女士的家里面进行拍摄 但是呢 这个求助是由西总监这边 来实际处理的 西总监 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现在得到解决了吗 因为考虑它是疫情情况嘛 那么不便于家里面 去做一些施工的一个改建 目前先解决基础生活用电 等到疫情稳定以后呢 给大家做一个彻底的 一个电路的一个 应该说是标准化的恢复吧 我们从这个照片来看呢 它那个总开关都已经烧黑了 那方老师您看一下 这是不是已经非常危险了 其实从照片上看 这个情况还是蛮严重的 其实说这种情况 可能会有很多种 一个是因为它的这个 电的电线的容量不足 然后就是家里边 具体多少氨的这种线 可能都会有问题 那吴女士家具体 是因为什么原因 断电起火的呢 因为装修已经有些年份了 他们在厨房的这个位置呢 增加了一路 即热式的小厨宝 大概的功率是在4000瓦左右 那么原先呢 厨房使用的是 2.5平方的电线 小厨宝有4000瓦 根据我们装修规范呢 像它这样的一个电路 去单独增加一路4平方的线 它呢直接安装以后呢 就插在呢 我们现在2.5平方的插座上 使用以后经常跳闸 跳闸呢 它也找了就是说 可能非正规的一些 电路维修吧 它自己就是换了一个控制片 它把这个控制片的一个 我们叫额定 控载一个功率 换成了刚好和总开一样大 那么确保了这个小厨宝 在使用过程当中 它就不跳 不跳闸了 它觉得非常好 其实跳闸啊 那是提醒它不安全的 它反而觉得不跳闸就好了 它当时是准备洗澡 就是把它卫生间的浴霸打开了 即热式小厨宝 它也打开才使用 这种情况下呢 导致电线受热之后 因为控制片过大 它不跳闸 持续受热 然后就起火了 那为什么物业会说不好修呢 它这根线管里面呢 它把预霸的那个分图线 和这一路的那个插座线 穿在了同一个管子里面 穿管是超标了 电线与电线之间 在工作时的一个受热的 散热体面积就小了 它的负载会成倍数地往下降 才导致这次火灾的 那我们如果要彻底给它换的话呢 就是首先这一组坏的电线要换掉 可是抽不动 这个电线抽不动 电线抽不出来 那就修都不好修了 对对对 那这个电线前期 其实就已经埋下隐患了是吗 这是典型的违规的做法 按照常规的施工规范来说 就是我们是一根管线里面 专属某一条线 以分别引接到哪里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不专业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理解啊 就是这个吴女士 其实是犯了连续的错误 第一个呢 是他增加了一个大功率的小储宝 其实呢 跟他原本的电路配置是不匹配的 对的 那这个时候他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他把跳闸这个提醒 当成了一个麻烦 那改成了让小储宝不跳闸 其实是让这个电线 他失去了保护 那等到真的断电齐火以后呢 对的 这西总先又发现他的第三个错误 其实也是真正源头的第一个错误 对对对 就是电线也没有按照最初规定来进行输涉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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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总结为一句是 隐蔽工程做得不够好的情况下 就会变成是隐患工程 隐蔽工程做不好就会变成隐患工程 那么隐蔽工程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来先看一个VCR 隐蔽工程顾名思义 就是装修后看不见的施工项目 包含了水管 电线的排布 所有强弱电 管线预埋都包含在内 我们作为房子的居住者 实际上并不能看到自己家的隐蔽工程 是什么样的 这一份图是一个三房两厅 用电的一个回路图 当我们进入一个房间入口处 总体的开关是连接到哪里的 我们都会把这种标线标出来 开关管线的走向 插座的高度 然后包括还有一种空调管线 具体的这种点位 我们都会再明确地标识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回路图的话 盲目施工的话 很可能会容易造成线路交叉 但是这些图纸落实的真实情况 只有在装修时的隐蔽工程阶段 才能看到 这些都是我们电器部分的 一个隐蔽工程 都是从总电表箱的一个配置 通过我们的总开 单片控制器漏保 然后进行分路 通过这个管线 一直到我们各个回路 客厅 房间 厨房 整个包括卫生间系统 全部都是按各回路分配的 隐蔽工程一旦成型 其实是很难做意调整的 所以如果您在装修时 没有重视以及及时发现问题 那么您家的隐蔽工程 就很容易变成隐患工程 其中最可能带来危险的就是电 隐蔽工程里的电 除了吴女士家几根电线 穿在一根管子里之外 还会有什么样比较严重的隐患呢 最直观的就是这种光线 所谓的光线就是裸线 去没有去做护套线 往墙底里去埋设 这是典型的 脱工甲药的一个方面 当我们这时候墙面遇到渗水 碰到水了 它会有漏电 这是最大的一块安全 像吴女士 她的另外一个错误 就是电器和电的容量不匹配 关于这一点 我们该怎么来避免呢 我们前期的计划非常重要 在装修前期 根据我们家里边的一个 使用的家用电器 去做一个判断 像这种类似家庭的中央空调 然后大的柜机 包括这种大型的烧烤炉 然后现在还有很多家庭里边 会来改善生活 放松身心 会去装这种桑拿房 都是一种大功率的 其实一旦超过3000瓦以上的 家用电器的这种容量 我们其实都要去做 这种电容量的扩充 这个方面很专业 我们最好也不要盲目地自我判断 而是装修前找专业人士 找物业来看一看 需不需要找供电局 来进行一个扩容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西总监 如果我们总的电容量是够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正常一个家庭的电路 应该怎么配置呢 我们进户线是给到10平方 这个作用是在于就是说 将来你在生活需求的时候 可能还会扩容 那么10平方的一个总量呢 就是说肯定是能满足你的扩容需求 就不需要再去改电路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两房两厅一处一位的 一个实际配置的一个图片 按照这个上面的标示 两房两厅一处一位 第一路是照明 整体的一个照明 第二路你看是客厅的柜机 它是20安排的 后面是两个房间的 因为两房嘛 两个房间的空调 16安排的单片 然后呢 厨房单独一路 插座单独一路 卫生间单独一路 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呢 讲的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由于它加装了一个小厨宝 但是小厨宝你看 我们在这里 大功率加电需增加单独回路 家里的电路配置 一般是按照业主的需求来配置的 照明一个回路 插座一个回路 其余功能如客厅空调 卧室空调 厨房 卫生间 都有单独的回路 而且匹配的电线容量也不一样 大功率的家电 应该在装修前就考虑好位置 让装修师傅提前安排好单独回路 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硬电的安全 如果是客户有意识地提及到 说我将来要装小厨宝 那么我们提前布线的时候 就会装四平方的 像吴女士这样之前没有想到 但是后来又想装小厨宝 应该怎么办呢 卫生间那部分 那么我们会留一个四平方的一个回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在卫生间 你可以安心地加装一个小厨宝 如果装在阳台上 因为阳台部分 因为我们不太会留四平方的这样一个回路 会留一个2.5平方的 我们会告诉她 就是在阳台上加小厨宝 只能装容积式的小厨宝 因为这种小厨宝功率不大 只有几百瓦 那么普通插座都是能够承受的 是这么个情况 这意思是不是就是说 不同功率的电器 它配置的电线容量 也就是西总监说的 几平方它也是不一样的 一旦家里面有个大容量电器 当你的平方量不够的时候 最直观的大型的柜机 那个插头 我们所见到的那种插头 其实它的安培量 都跟我们常规那种三孔插头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那种插座 要去换一个大安的一个插座 如果不换的情况 你首先第一个插座 你是根本插不进去 那再有一个遇到像这种除宝的 它插头虽然是 跟我们普通安培是一样的 那即使你插进 插进的那一瞬间 很有可能你家的灯 出现这种亮度上的这种变化 它就会变暗 跳闸的情况 电容量已经到了顶端的时候了 就是你所有这些东西 都支撑不住了 最后出现跳闸 那么隐蔽工程施工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来把关呢 那在施工过程当中 要有一个非常有效的 高效的一个验收的环节 如果自己搞不明白的话 不妨拉上我们物馆的 工程部的 跟店有关的这种专业的 相对比较专业的人员 拉上一起 就简单明了能看清楚 你的管线是怎么套设的 你的这个线的这种品牌 是不是符合国家规范的 电线的选用当中的 其实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那么民用级别 它也分ABC类的这种 有好多的电线 B类线就是作为 使用安全系数的话 其实已经达到了 这个国家的一个标准 也是我们市面流通 最多的一种电线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选用的是A类线 那这个A类线比B类线 还要好在哪里呢 A类的这个民用级别线里面 最高级别 低烟无乳的阻染线 它的特性阻染 然后在受热过程当中 它是微量的烟 微量的毒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查 试一下 玉明火它可以燃烧 但是明火离开 它立马就会熄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烟是微量的 好 这个时候已经着了 火拿开之后 它立马就熄灭了 我们应该在工地 什么样子去做这验收呢 业主如果要对 整个房屋的一个 强弱电系统 进行一个验收呢 就应该 房屋应该是在 目前这样一个状态下 其实算是什么都没做 但是呢 我们已经把整个线路 已经铺排完毕了 点位都已经清晰了 即便有一些 小小的变动的话 在这个时间点 也是最合适的 不会影响后续的一个施工 第一谷应该先看 整一下我们这个 整个电表箱 先要告诉业主 您家的这个电表箱 我们是怎么给你 做分配回路的 哪一个片分别代表哪一些 那么跟业主确认一下 接下来是应该检查 这些管路 就是说铺排 那么我们要告诉业主 这个照明系统 我们是用的是 每几路 现在给你配置的线 是几个平方的 因为现在没有封闭 整个管子是沿着 管子可以看得到房间的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他 这个是我们的整个 房间的一个空调 那么空调现在 我排的是四平方的 那么这根线 业主如果愿意抽查的话 他就沿着这根线 走到房间那边看一下 这一路 四个平方的这个线 到房间是否准确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是我们把整个点位 就是整个插座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我现在给你预留了一个插座 那么业主要确认一下 这地方一个插座够不够 全部经过客户 确认完 我的需求满足了 够了 最后还要做一次 比如说是线路的一个导通 大家看一下这个蓝色 其实我们刚才没有提到 这个蓝色是我们整个屋内的 一个弱电系统 是什么呢 网线电话线和电视线用的 这样一个管子 那么同样 低压线的这些 网线电话线点位 也需要业主确认 根据它的需求来确认 确认完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线路的导通 隐蔽工程的验收啊 这个方老师 您觉得还有哪些 比较容易忽视的地方 忽视的点其实还是有几点的 第一点是 将水管的电线 预埋在同一根管槽内 稍微有一点漏水的情况 就是容易会出现漏电 比较严重的这种安全隐患 第二条就是 我们住宅一般当中 有强弱电的这个区分 可能很多时候 会容易忽略弱电的 很多时候 很多施工队 也为了省这个缓解 比较方便于施工 它会把强弱电 是走在一个线路里边 这种方式会容易 再造成这种电磁波的干扰 会导致这种弱电信号 会不稳定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开关插座 按照标准来说 是要去接一个地线 很多收工减料的这环节中 是不接这个地线的 因为你不接 你老百姓也看不出来 请教一下 这个地线的作用 究竟是什么呀 所谓电信就是 我们从开关线盒里边 是可以看到一根 迎接到地面上的这种地线 加俗称为地线 最直观的作用就是 我们把这种电流 通过这根线导向大地 以免短路跳杂会引起触电 隐蔽工程经过验收 那安全肯定是可以保障的 但是因为隐蔽工程呢 它是在还没有使用的时候 来进行规划的 将来总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装修完了 插座就是不够用 拖一个拖线板呢 又不那么美观 这个还会有什么 补救的办法吗 那么我们今天通过现场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你们看 我们肉眼看 这边有三个插座 对吧 其实从线管看 它只有一根线管下来 其实它是一路总径线 通过接线端子 不同地挑入三个暗盒 我想在旁边 如果紧挨着还想加一个 那很简单 在这个地方开一个 盒子大小的一个孔 然后把这暗盒埋进去 同样打通之后 就可以增加一个插座 那么如果说是 在相对远一点的位置 比如说隔开50公分 60公分的情况下呢 无非我们就多了一个工序 就在墙面横向开 开下一根草 开一根草 然后在相应的位置上 再开一个暗盒的一个孔 然后把暗盒埋进去 重新在这边加一根套管 加一根套管 将电线同样的方式 撞到相应位置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还是有可行性的 隐蔽工程 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埋埋我们 后续一些电器的主机管道 比如像这个中央空调 新风 它都是包含在 隐蔽工程的吊顶里的 那我们也有观众反映 就是自己找的施工队装修 要装中央空调和新风 那中央空调的人和他说 你要给我的顶上留30厘米 然后新风的人又来说 你要给我留20厘米 是走新风的 所以他就很困惑说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的吊顶上要占掉20加30 一共50厘米的空间呢 类似牵扯到这种 像中央空调的这种主机 包括还有照明的布线 还有一些卫浴系统的 这种排风系统 甚至家庭里面 还有一些新风系统 都会是集中在我们这种吊顶上 看不见的这种方式 我们需要来去做 非常好的合理规划 新风机位占去30 空调机位占去20 相当于一个50 其实这个太夸张了 我们一个空间 一共才只有2米7或2米8 会大大影响层高 这个吊顶空间面积 会有非常大 这样一个纵向的方式 以不至于是这种叠加的方式 我们就不会站到一个房间的一个层高 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需要一个有效统筹对吗 那这是不是也是我们整装的一个好处 在整个施工装修过程当中 我们整体设计专业公司 整装设计的这一类的 肯定是要比那些 所谓的马路上的一些油机队员 来得要系统的多 我相信如果吴女士在装修的时候 如果请到设计师好好的规划 有负责任的施工方 做好隐蔽工程验收 是不会出现这样断电起火的安全隐患的 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 那接下来呢 要进入到我们的场外求助环节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或者投诉 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256-2525 或者扫描屏幕上的看看新闻二维码 进入住家有道专区 和我们留言互动 本节目由省海盛装冠名播出 在7月9月定制了一套全无定制家具 付了定金 要求10月15日的企业交付的 又在10月1号付掉了5200元 结果到了交付时间 发现质量技术一图字不符 我们肯定不能接受的 就要他们改 结果资金都没有交付 对于这种情况 法律上有没有时间限制 我可不可以要求额外赔偿呢 商家旅行合同过程 如果说没有达到合同所约定的这样的一个条款 它是可以要求进行整改的 那么对于合同的解除呢 首先第一点 要么就是当事人协商一次 那么是可以解除合同 或者是说当这个商家 他延迟这个旅行他的这样的一个合同的时候呢 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 我们应当首先要对他进行催告 告诉他你应当在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内 你必须要履行完这个合同 如果说你再不履行这个合同的话 我们就要对你这个合同进行解除了 所以呢 从法律角度上来说 并不是说完全要有个时间限制 而是说有程序化的一个限制 必须要先对他进行催告 你才能对他进行解除合同 当然解除完合同呢 如果说对你造成实际损失的话 那么消费者依然可以要求 额外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损失 感谢您收看了《住家有道》 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